第五 旧约时代神所拆遣的先知们得救了吗 如何得救 神所拆遣的先知 得救的问题是上帝的事情 这个问我你问错对象了 因为最终关乎一个人得救 这个是奥秘 我们只能凭着一般的方法 外表上来看 信不信 相不相信神的应许 谋生拆遣的先知正常的情况下 有信仰的先知 比如说像希伯来书里面罗列出来的 正常的顺从的 有呼召的这样的经历的那样的先知 正面的什么 以利亚以利沙这个不用说了 先知书里面的大小先知 基本上我们判定他们都是得救的 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 而且是正面的 没有明显的什么拜偶像背道的那种情况 有一些假先知 神打发那些假先知 去向雅哈打发那个灵 进入到邪灵 进入到他那个假先知里面 本来他们就是假的 灵又进入到里面说假预言 去迷惑雅哈 去讨好 见风使舵 说点一些懂社会的话 看人说好话 雅哈喜欢说那样成的话 这些先知就顺着他来说 很懂人情世故的先知 但是在历史书的作者记载里面 已经其实对他们做了评价 他们是假先知 他们不是奉神 所以他们救恩的问题上 其实很明显了 再也就问问题的时候 我们尽量避免问得救不得救 这个东西很难 有些基督徒总愿意 那个人重生没有 有些改革过宗牧师 那个是真教会 那个假教会 真假教会 不是让我们去随便去判断 哪个教会是真假 判断哪个教会真假的问题 就涉及到终极的命运的问题 终极的命运是神的问题 我们有什么权利 判断那个有人冲 上帝没给我们使命 去判断别人真假教会 当我们上帝给我们 那个真教会假教会的标志 是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 为了教会的纯洁 别自己堕落 当然也要分辨异端 但是却不是作为职业化 重要的使命 天天去判断这个是真假 和三字什么真不真假不假 那个人真不真假不假 上帝没给我们那种职业 那种岗位去判断人真假 上帝让我们去警戒自己 千万讲道的时候好好讲 不要讲一些不是正统的道 一个教会不讲正统的道 不按真意去讲道的话 这个已经牧师 已经丧失了牧师的权柄 牧师的权柄 不是被案例成为牧师 变成牧师 案例只不是教会正式的公认 比起这个高摩 更多的是公认 我们接纳认可他身上 上帝呼召他的牧师的使命和职责 他有他这个呼召 他有牧师的使命 他也有牧师的恩赐 在他的服侍当中品格教导上 他的确有神的传道人的呼召 所以我们公开的接纳他 认可他做我们牧师 比起旧约里面高丽他做 这个层面更多的是认可 认出公开的将牧养的权柄交给他 委任给他 当然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 但是教会也要呼召他 很多被案例的牧师 根本不是牧师 讲异端什么牧师 假先知了 对不对 这个判定他假先知 是因为根据他的信息 这是很明显可以判断的 所以判断得不得救这个东西 不要随便职业化 有些基督徒关心 总关心一些不该关心的问题 关心神的问题 操心神的问题 这个创世之前 神在哪儿啊 没有时空 他在哪儿啊 上帝自己在那儿 是不是没意思呀 上帝怎么拣选 拣选谁了呀 这个都不是我们操心的 好奇心害死人 有的时候好奇一些 很危险的事情 账债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衝法 敬情 真的很 爱 afar 暂常